内鱼画皮演员到底哪张脸是真的 内鱼画皮学只讲一个原则 只顾自己的美貌不顾他人的死活 大家分不清也看不到演员们最真实的面貌 那今天呢咱们就请出内鱼优秀的画皮演员 让他们亲自现身说法 最近啊咱剧姐的风头可不是盖的 花间令里假模假式的演技和又讲又美的伴想 让她再次成为了剧里最大的槽点 话说啊这么多年了剧姐依旧是一个内鱼大谜团 我们永远看不到她真实的颜值 但她的半永久妆啊从来都是虽耻胆道 眼生眉玻璃唇雾面底妆加我这油帘的眼妆 让她无论在什么剧里就跟别人啊不在一个涂层 花间令里演恶女与女主对峙时镜头给到正和惠子 粗糙又真实的皮肤和妆容让这个剧啊自带悬疑质感 一旦切到居静衣啊居室过味啊立马溢出屏幕 等到居姐换脸演女主了状况更是升级 别的配角嘛偶尔就能看到皱纹和油光 妆容真实演技自然 只要一到居静衣妆容除了完美还是完美 演技除了做作还是做作 以及控制变量明场面 同一场景的两个人的状态 居姐的图层正常人确实到不了一点 还有仙剑寺里男女主同框沉着远的轮廓清晰并角明显 镜头一给到居静衣 立马有了大雾遮掩的近视感 现在大多数孤偶剧都是为主演们拿磨皮滤镜当自卑化皮 只有居静衣是完全不需要的 它靠着自己的独家定制纵横各大剧 甚至到了剧外 红弹也好活动也好聪眉失手 虽然不顾观众死活 但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真的很强啊 赵露丝跟巨静衣这样永恒的王牌定制皮 正相反 赵露丝这张脸在镜头下真是一阵一个样 一个没注意就不知道他已经套上哪张皮了 剧外 凤行修图式画皮 出活动视频出图两模两样 上晚会视频出图两模两样 最近出席某高手活动 更是以一个离奇的姿态将自己送上热搜 毕竟图里的他长这样 图外的他又是这样的 这画皮啊一会儿套一会儿拆的 直接给人嘎懵了 你没事吧 其实啊这些场合九个明星拔个皮 但能把身材胖瘦高矮通通调整一遍 那倒也是个文化呀 切换到演员赵露丝 到了剧里那他的花样啊就更多了 磨皮滤镜只是画皮界的基草 竹针修图那才是高槽 早在很久之前 露丝妹子的修炼神功 就已经成为画皮界的至高武学了 清汗灿烂 借个女孩儿宽脸变尖脸 是她 微脸切优脸 是她 且是天下 近景小微脸 远景默默还原 后浪发布预告 老板张萌发了原版 官博发了优化版 又是一场灵场大小变 杂技表演 偷偷藏不住 嘿一个没藏住 后期老师再次站上表演位 还有最新的株林玉木 剧媒播 男女主粉丝先打了一架 一个要磨皮 一个要修脸 本丝护脑 吃瓜群众拿着瓜 看两位画皮演员的鬼热闹 哇 这个精彩 虞书欣 滤镜磨皮特技 积累到一定程度时 也是能打出一片天的 比如在虞书欣的剧里 真就硬顺顺的 给她磨了张新皮出来 鲜子又脸 女主一出场 好白好假的一张皮 苦关都仿佛是硬刷上去的 此处极需要 由小微来手撕这张皮 不过呢 大家也不是没见过 撕掉过一层画皮的虞书欣 那就是云之雨里 把灵魂藏也藏不住的女主 不仅跟精修图长了个两模两样 还惨被女二良好的状态 挤到了桌子边边上 惊死一意 想必小鱼以后的画皮 一定会套得更牢了 而且她跟赵露丝 也是命里有缘的画皮姐妹 同为古希腊 掌管P图的神 于是随地大小变技能 也是指枪不弱 拍内衣广告一针线圆形 平时活动 图里图外两张皮 她甚至还是不是撞脸呢 如果你此时去翻翻 云书欣的早期作品 就会深深的疑惑 咱们新心子 究竟哪张脸是真的 杨子 杨子那高低起伏 摇摆不定的画皮美貌 也经常是内云一截了 超常发挥时 惊艳一下粉丝 那是完全没的问题 日常发挥时 撞脸像杜华 也是毫无压力 天常发挥时 西门大妈 多么如是客串一下的 当明星套画皮 当演员也没少套 要久久爱礼 一个人揣着起飞的磨皮柔光 跟别的演员 画出了土和汉剑 大龄半高中生时 摸到大乌思琪 走入社会后 那更是一决 跟上司说话 上司脸上的细节 一览无余 镜头一千女主 再一次大乌遮掩 跟老爸对话 老爸是 暗般皱纹啥都有 他是宛如包了壳的鸡蛋脸 哪怕是跟同龄人 朱雁曼姿同框 一个能看到脸上的毛孔 一个也是肌肤细腻的虚假 讲着追了杨子这么多年的剧 自从他进军偶像剧后 对滤镜的需求也好 对动脸的需求也好 明显能感受到 是越来越重的 从青云质 香蜜 到沉香如穴 要久久爱 除了大量的滤镜磨皮 还有他实僵实不僵的脸部状态 都让画皮掉了又套 套了又掉 再一次走到转型年龄的杨子 路在何方啊 罗云熙 在画皮大道上 蹚出了一条海装路 太得似罗云熙呀 成月金明里一战成名 当病若凡人艳羡飞起 当病娇帝王 眼妆佳身 当最强战神 跟女主比比 谁比谁装浓 当面是魔头 开大的啊 不只是特效 还有无死角覆盖的浓妆 罗云熙演这部戏 最大的收获 会不会就是 小微找到自己的VIP 炫彩皮肤咯 而且啊 这样的罗斯眼妆 已经默默在各大剧里 刷存在感了 治愈系恋人 作为外科医生的男主 戴妆上阵 跟女主 你浓我浓 言心记得杀青特辑理爱 哪怕看不出来男主的身份 也能被这 虚惊的炎炎秀到 更别说彩妆浓动 高到呛死人的水龙银 以及 这花里胡哨的妖娆造型 看的人一哆嗦 我祝他成功吧 话说 在追求美貌这块 如今的罗云熙 还是得跟 虚惊一 多交流哈 一个在自造的图层上 稳如泰山 一个在彩妆的道路上 上窜下跳 杀之后 要是这两人一个座呀 不知道谁的美貌 就先创始对方咯 彩蛋 刘雨宁 之所以把刘雨宁 作为彩蛋放着 那是因为啊 顶刘当起 卦皮也原来 美貌值很难评 但是搞笑程度 不止一心半点呢 一年观山里 刘雨宁 陶醉的眼线一起飞 清洗的效果立马有 跟男配红框 镜头一千 一个脸部纹路清晰 一个磨皮路线清晰 咱美貌虽然输了 但滑稽程度赢了呀 还有如今 本思在剧外 互相挠出一脸 写的初联玉幕 这是剧外的雨宁 这是沙千特级里的雨宁 这下巴 这感觉 装脸了耶 当然啦 我是懂刘雨宁 不痛画皮的压力的 毕竟 看她囤了多年 才开播的紫穿石 我压力真的很大呀 演员为角色服务 似乎在画皮演员这里 不是很成立的 因为他们不能丑 不能吐 只能美 观众观赏角色 欣赏不了一点 但把这张画皮游戏 当乐子看嘛 倒是满地都是瓜